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政府相关用机 电视台拍摄用机 或是医疗等紧急援助用机 并没有什么商业航线 毕竟日本拥有超高的城市化率 人口相对集中 再加上公共交通之发达局势文明 直升机航线基本没有发展空间 不过呢 在另一个地方还是有一条直升机商业航线的 而且是全日本境内唯一一条 在介绍这条航线之前 先提个问题 问东京都行政辖区内的第二大机场是 我想很多朋友正在雨田和成田之间做选择 知道这个问题的坑的朋友或许会回答调步机场 但这三个机场都不是 成田机场在千叶县 而调步机场不过大 正确答案是 巴掌岛机场 Hachijoujima空口 至于这巴掌岛在 这里 距离东京以南280公里的太平洋上 和周边大大小小的岛屿组成伊豆群岛 伊豆群岛 群岛为东京都管辖 我们今天所要介绍的这条全日本境内唯一的直升机商业航线 就以巴掌岛机场作为枢纽机场 将伊豆群岛紧密相连 航线名为东京I-Land通勤航班 Tokyo I-Land-O-Shatulu 伊豆群岛 地处日本本州以南 小立原群岛以北的太平洋中 行政归属东京都管辖 群岛共有大大小小一百多个岛屿 绝大多数都是无人岛或是已经荒汇的岛屿 大岛 O-Shima 利岛 Toushima 新岛 Nii-Jima 士根岛 Sikine-Jima 神经岛 Kou-Zushima 山寨岛 Miyake-Jima 育藏岛 Mikura-Jima 巴掌岛 Hachiyou-Jima 与青岛 Aougashima 这几座火山岛均有人居住 也有着各自吸引人的特色 比如 三窄岛观鸟 育藏岛观赏海豚 巴掌岛登山 青岛火山口内的丛林 我们今天所要介绍的这条直升机商业航线 就是在这些岛屿之间日常穿梭 东京I-Land通勤航班 简称TAL 是由东京都岛振兴公社委托东邦航空指飞的定期商业航线 该振兴公社是由伊豆群岛各地方村政府组成的半官方性质的公益财团 东邦航空则是当前全日本唯一一家提供直升机通勤服务的航空公司 1960年成立 目前以巴掌岛机场作为枢纽机场 该航线每日一班全年无休 当前使用的直升机可最多搭载9名乘客 按照最新的运营时刻表 直升机每天上午从巴掌岛机场离港 飞往青岛 而后返回巴掌岛 稍作休息后 前往大岛 京庭玉藏岛和三宅岛 中午抵达大岛机场 在大岛稍作休长后 进行一次往返于利岛的飞行 返回大岛后 在大岛机场 有着将近三个小时的休息与检修时间 下午离开大岛 开始返程 途中仍会在三宅岛和玉藏岛京庭 在傍晚前返回巴掌岛机场 正式结束一天的行程 票价方面 各岛之间的单程成人票价 从5870日元 约折合人民币350日元 到12820日元 约折合760日元 之间不等 连程票有着不同程度的优惠 另外 群岛内居民可想六折折扣 优惠 日本的交通费用之高 确实是举世闻名啊 既然是群岛 那乘船呢 目前 伊豆群岛之间主要有三条客轮航线 其中两条为东海汽船公司运营 这两条航线全年无休 另一条则是由伊豆群岛开发公司运营 这条航线不定期修航 这些航线的票价平均来说比直升机航线便宜一半 但航行时间至少在五倍以上 另外 受太平洋气候影响 伊豆群岛内客轮班次的取消率非常高 根据东京港湾局在2019年发表的报告 玉藏岛和青岛的客轮取消率逼近四成 而东京爱岛的直升机航班除非遭遇极恶烈天气 都可以保证正常运营 根据群岛相关政府提供的官方数据 近年来航班正常率维持在九成 也因此 直升机航线成为了外地游客前往青岛 以及青岛与外界的物资交流的首选交通途径 从青岛离港时 更是由当地村民欢送 等等等等 都21世纪了 还流行这个 这个青岛啊 虽然和山东某地同名 但因为地理位置偏僻 可居住土地有限等原因 现在只有不到200人的常住人口 现代日本的老龄化问题 更是令这个状况雪上加霜 真是说不准 哪天就变成荒岛了 当地村民欢送 自然是希望各位再来啊 这里也提一下其他岛屿的人口情况 大岛与巴掌岛比较健康 有着7000人以上的常住人口 三宅岛2500人左右 利岛和玉藏岛也比较凄惨 只有300人以上 有的朋友可能会纳闷了 这样的人口 怎么能撑得起这条航线吗 更别说当地岛民还有票价优惠 根据这样的疑问 之前有提到过 该航线是由东京都岛振兴公社 委托东邦航空运营的 而该振兴公社是由伊豆群岛 各地方村政府组成的 半官方性质的工艺财团 根据其公开的财务报告 公社对东京爱兰的航班 有着相当大的财务投入 且归类为工艺目的 过去几年内 这些投入连年攀升 2020年的预算 更是达到了6亿日元 这条航线是否盈利并不是目的 保证其正常运作 维持群岛间的人员和物资流动 以及振兴当地旅游业 才是首要的 这和那条全球最短的商业航线的存在目的 不无相似之处 都是出于工艺目的 有关这条全球最短航线 大波胡之前有做过介绍视频 可以点击屏幕上的链接 以深入了解 根据振兴公社提供的官方数据 近年来 平均每班达乘5名乘客 有着55%左右的上座率 航线自1993年开设以来 总达乘人次呈现性增长 在2019年3月 实现了40万总达乘人次的里程碑 至于伊豆群岛与日本本州的交通 除了之前提到的客轮之外 还有日常往返的客机航线 群岛内几个重要岛屿都有自己的机场 规模都不算小 还记得开篇提到的问题吗 是的 巴掌岛机场更是东京都侠区内的第二大机场 巴掌岛又往返于东京羽田的 全日空ANA运营的窄体喷气客机航班 其他几个岛屿则有往返于东京调部的 新中央航空运营的螺旋桨客机航班 至于其他没有机场的岛屿 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 岛上并没有天然平地 无法建立飞行跑道 与外界的交通只能靠船舶 以及直升机 这也是该条航线选用直升机的原因之一 目前东邦航空在该航线上 共投入两架直升机 均为美国希克斯基 S76C系列直升机 希克斯基公司 曾于1978年底时 为该系列取了精灵 Spirit的产品名 不过由于遭遇部分语嘱上的翻译问题 1980年10月之后 该名称正式废弃 S76系列 是配备两具涡轮轴发动机的 中型商用直升机 其起落架可伸缩 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直升机系列 早在1977年3月13日 首架原型机就完成了首飞 该系列新款机型 至今还在生产 NBA巨星科比·布莱恩特 殒命的空难中 失事客机就是该系列的S76B直升机 直飞东京爱Land航班的直升机 有着TAL特殊涂装 东邦航空投入的两架直升机为 Juliet Alpha 761 Alpha 2001年1月注册 机型 S76C Plus Juliet Alpha 769B 2009年3月注册 机型 S76C Plus Plus 两个型号的运载能力相同 设计上可最多搭载13名乘客 东邦航空的配置为9个乘客座席 加两名机组人员 共11人 现在画面上列出了该系列直升机的详细规格 配备的两具Turbomaker Aero 2S2 涡轮轴发动机 相当的给力 能让直升机保持155节 每小时287公里的巡航速度 并有着411海里 761公里的里程 目前该航线每日一班 通常会使用其中一架直升机直飞 而另一架则在东京直升飞机场进行检修并待命 由于是在太平洋上直飞航线 为了应对海水沿化的影响 每天都会为引擎进行深度清洁 根据东京都岛振兴公社最新的计划 未来将会引入一架阿古斯特韦斯特兰AW139 以替代较老的那架S76 AW139的指标性能比S76稍强 可允许搭载的人数更多 1993年8月25日 东京Ierland航班正式开始运营 起初每周日会定期修航 每雨季时每周只有三天运营 在运营三年之后 1996年9月开始解除了这些限制 正式开始每日一班的不见的运营 航线自1998年3月开始 正式提供物资运输服务 在早年间还有三宅岛和利岛之间的运营区段 不过由于上座率低 在2000年10月该区段航班正式取消 演变成了当前的航线 在2018年10月15日 岛民优惠政策正式实施 伊豆群岛军民购票时可享受六折折扣优惠 在启用精灵直升机之前 东邦航空曾使用欧支 海豚直升机直飞该航线 东邦的配置可搭载8名乘客 顺便一提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直九直升机 就是该海豚系列的授权生产版本 2014年3月 精灵直升机发生故障 东邦航空临时抽调一架海豚直升机 代替直飞东京I-Land航班 注册编号为Juliet Alpha Niner 6-Niner 3的飞机 换上TIL涂装 在伊豆群岛间穿梭 不过仅持续了一个月 该架直升机便回到了原本的 岩首线和雄本线的防灾任务中 航线也保持着联好的安全记录 至今未发生过直飞过程中的伤亡事故 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 该航班不定期停运 虽然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但这也令伊豆群岛上的村民们 本来就不变的生活更加困难 作为伊豆群岛工艺项目的一部分 该条直升机航线在新冠疫情之后 想必能恢复到每日一般的运作 毕竟连新的直升机都已经计划好了 在未来 各位如果想搭乘东京I-Land直升机航班的话 建议提前预约 毕竟每一班最多搭载9名乘客 在东邦航空的官方网站上 可以预约未来一个月的航班 在机场候机楼内 有航班的专属柜台 看到这里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关注 点赞 收藏哦 也欢迎分享给身边的飞行爱好者 如果有充电那就更好了 不知道有哪位朋友 有幸乘坐过这条航线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感想和心得 如果您喜欢这样的航线介绍节目 推荐看一看上一期航线专题 讲述全球最短航线 有关更多民行业相关的视频 请见简介区的播放列表 或者前往飞行员大波湖官方主页 fly.dbh.one 在这里有分类整理的民行业 和模拟飞行相关的视频节目 最后感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